拿纳税人的钱洗脑纳税人 干不出实质政绩 如此胡作非为的民进党 台湾民众当警惕唾弃 一向善于操弄意识形态的民进党当局 被曝在明年度的岛内预算编列中 媒体宣传经费高达近15亿新台币 增幅高达65.4% 民进党当局此举可谓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这笔钱势必将流入特定群体的口袋 沦为绿营豢洋网军 发展侧翼 培养爪牙的私产 近日热度颇高的柯文哲案 就上演了台检调机关与绿媒勾结泄密 一唱一鹤操纵舆论的戏码 自台检方侦办柯文哲案以来 一再有绿媒争相大爆侦办进度的独家新闻 再接着 有一堆所谓名嘴无限隐身臆测 随后经由绿媒铺天盖地的宣传 达到带风向洗脑民众目的 为民进党当局借公器追杀政敌 营造舆论氛围 当前在台湾社会暗处 潜藏着一支庞大的绿营网军队伍 他们文令而动 主要承接为民进党当局政策洗白 辩护 在特定议题上带风向 攻击特定政党 强行灌输台独思想 煽动对大陆的恐惧和仇恨等任务 以无形之手搅动舆论漩涡 台湾蚁人李依晨日前因自称成都人 而遭到侵律网军网报 就是又一例证 柯文哲 李依晨事件只是赖清德当局 策动网军围剿一级者的开端 上台第一年 赖当局便大笔开出近15亿新台币的宣传经费 这笔钱将用来发展多少绿营侧异于网军 岛内将上演多少因舆论左右而黑白颠倒的事件 又有多少人因不支持民进党 不认同台独而被打倒 细思恐极 尤其赖清德上台前便宣称 要改造社会 洗涤人心 这笔经费一旦到位 势必将有更多的台湾年轻人被荼毒 台湾社会将走向被民进党牵着鼻子走的窘境 可憎的是 民进党当局发展爪牙 进行洗脑式的大内宣 花的却是台湾老百姓的纳税钱 据台媒报道 民进党当局的宣传经费 长期过度集中在绿媒和绿油油 所谓反诈骗宣传预算 全部包给偏绿网红媒体 打诈预算创新高 诈骗也创新高 实在讽刺 如此胡作非为的民进党 台湾民众当警惕 唾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